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緣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 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占星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移民是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別人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半去做的星雲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最近也做過幾次Live 所以真的很忙 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雲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告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賽日即西曆新月13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雙魚座朋友 在農曆二月會有一個天翻地覆 切頭切尾 從愛到內再到外的超大改變 是不是很害怕呢? 當然是在我說這麼害怕的訊息之前 給另一個簡單點的訊息 就是說如果不幸有一點不舒服 記得病向淺中醫 不要覺得小事會自己好 當然如果真的好小事 你給他自己好 或者不要為責技術 也不要為了省錢 或者省時間 就不去提醫生 因為如果萬一到最後他愈發愈大 那就得不償失了 沒有健康 因為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好了 也都根據星像 就推薦大家 可以嘗試一些自然療法 例如中醫、推拿、精油、按摩等 總之是不打針、不吃藥 這些東西都頗有效果 這些是根據星像說的 並不是我有既得利益 我不是迷精油 我亦都不懂任何中醫師 好了 現在終於去講那個氣肉 究竟你們會遭遇一些 不是說遭遇的 但是你們會經歷一些 什麼大的脫胎換骨呢 先講一下雙元 你們本身的那個品性是怎樣 很注重內在、靈性的追求 亦都很喜歡和人有一些很深入 很深入的交流 就不是說很注重外表、外在 或者是一些所謂現世的成功的價值 例如你們身相識的人 就不會在那裡趕錢 或者很理會對方有沒有樓 一般是這樣 當然要根據你們的盤 其他星像的配置 好處重內在美 簡單來說 但是這個農曆二月 你們會開始明白到 原來人靠衣裝、佛靠金裝是真的 有時候外表的東西都很重要 我不是在笑你們一向很烏烏尾尾尾 但是 當然也有很多相遇很漂亮的朋友 但是你們越來越明白 原來presentable的重要性是什麼 還有不單是外表的presentability 也會明白原來有時候真的有錢 或者有一個很亮麗的CV 原來這些東西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們會去開始注重得多些 這些你們一般認為是很shallow 很膚淺的東西 好了 那些契機是怎樣來的呢 首先就是你們可能會有一些很陰沉 一向那個城府好像很深 或者是純粹很老成慈重的朋友 會去教你這些道理 去跟你說 你不要再那麼懶是好人 不要再那麼傻大者 這個世界真是叫做弱肉强食 適者生存 你沒有錢、沒有外表、沒有成 人家不會尊重你的 他們會和你們去分享這些信息 甚至會教你們怎樣去做壞人 OK 還有第二 有可能你們接下來的工作 會有少少的不順 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關係不好 令你真的叫做痛還是思痛 就覺得我真的不可以經常在說內在美 我真的要有一些外在的東西 去誘惑人、去震懾人 去令到人去尊敬我、去聽我 所以你們接下來會有這樣的改變 就真的很not you 做分一個現在是比較物質 以及比較公利的人 但是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始終人是要改變的 還有說真的 在你們變壞的這個過程 其實你們都有幾好的feedback 就是你們的金柱 即是你們的老闆 即是說如果你們開始變壞了 OK 你開始會去搞少少風波出來 有些少少辦公室政治 OK 或者去對你的老闆拍馬皮 投其所好 甚至去打小報告 反而你的老闆會覺得 咦 原來這個雙魚仔雙魚雷 當然他可能不知道你們雙魚 但是會覺得你們 開始有些上進心 開始很賞心 對這份工作 因為你們平時不賞心 你們怎會搞那麼多事情 即是準時收工、下班 還沒馬上離開 當你們去搞這些事情 其實你會得到老闆的賞識 那無疑是一個 positive feedback 會令到你們 即是滾大了這個雪球 那你就會覺得你們在做正確的事情 但是我再次都希望你們 不會做一些非常之埋沒良心的東西 OK 那還有呢 也都講一講外表那方面 在這個改造變漂亮的過程 你們有時會有一些sudden realization 真的無端端覺得 咦 原來我的眼線畫長一點漂亮一點 或者我不知道哪裏打音要漂亮一點 或者哪裏改造的髮型漂亮一點 最近你們會有無端端這些 忽然之間想變漂亮 也都知道如何去變漂亮的念頭 OK 那這個是你們自己的叮一聲的啟發 又或者 好 就算不是你們自己去誤出一些道理 但是可能 基於你們見到三類人 第一 是一些你一向都不討理好的人 即是一些你一向的敵人 你很討厭的人 OK 又或者是家庭成員 又或者是尤其是你的婚姻伴侶 是的 這三類人 都會無端端這樣 給了一些啟發也好 或者給了一些壓力也好 令到你覺得 變漂亮的那個重要性 和知道自己怎樣去變漂亮 OK 打個比喻 可能你的老公忽然之間 有一天 不知道 我打個比喻 可能你有婚姻危機感 OK 那這些事情 你覺得你開始要變漂亮一點 你要去修理自己 去修理一下身 然後多化妝 令到自己的婚姻 可以挽救波蘭 OK 所以可能這些事情 不是別人特意去做 但是 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那些人物的 Presence 而令到你們覺得 變漂亮的那個重要性 和都會驅使你們知道 如何去變漂亮的 好了 在這個變漂亮的過程 當然你可以去買新衣服 去剪頭睡 去化妝 但是原來根據星象 你們去睡多些教 睡美容教是非常之有幫助 還有去做一些比較靜心的活動 例如去打坐 閒修 或者去按摩 因為通常按摩的地方都比較靜 這些事情都會對你們幾有幫助 講多一次 我好像在今天這個星雲 好像重覆了兩次按摩 之前第一次是自然療法 但是講多一次 我不是賣廣告 我絕對沒有記憶利益 好 祝你們接下來的好運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摩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坦白說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衡星銀行的那個衡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衡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讓大家去發掘